大家好 这两天有花芽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进入到12月份之后 很能不能给自己的枝子花修剪 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 这个时候大家千万不要修剪 因为这个时候的新枝条都是可以孕育花蕾的 如果这个时候给它修剪掉了 那么来年开春它就没有枝条来孕育花蕾 就会导致开不出花来 所以这个时候主要的目的是 让它储存更加多的养分 让这些枝条明年更容易花芽分化 那么我们为了让这个枝子花在冬季这段时间 能组成更多的养分 同时能让它的根系长得更加的发达的话 一定要给它补充一些有机肥 比如说像这一种脱脂的骨粉 因为骨粉它里面主要含的是 菱岩素还有钙岩素 菱岩素和钙岩素是可以促进它长新根的 那么同时菱岩素又是可以让这个枝子花花芽分化多的 所以这段时间给它使用骨粉 能让它这个植株里面储存的零岩素更加的多 长根更加的多 来年开花就容易多了 那么我们使用骨粉的话 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在这个图样的表层 加入两到三勺 然后以这个图样一起混合起来就可以了 方法非常的简单 这样就完成了 如果这个时候大家想要这个基础化的根系 长得更加的强壮的话 我们可以结合水溶肥 因为骨粉它是一种有机肥 它分解的速度会非常慢 那么水溶肥的话就来的比较快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种 快速生根粉 因为这种生根粉呢 它不单可以促进 鸡子花快速生根 同时又可以给它补充大量的各种微量元素 它是跟其他生根粉区别很大的 它是比利时进口的 它里面的营养元素 不单可以促进生根 还可以给它补充各种微量元素 比如说盆 铅 蒙 铁 铜 这些都是鸡子花在生长过程中 需要的营养物质 那么我们只要给它大概15天 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冬季这顿时间 鸡子花的根系变得强壮 储存养分更加多 好了这就是为什么鸡子花到了12月份 不能给它修剪 还有养护的一些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